这种斜飘的黄洋素材来做水汗盆紧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黄洋素材搬到那边去 黄洋素材搬到旁边的那些搅掉 先去掉以后再加就没事 先来吧 下面的毛根把它去掉 位置差不多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差不多90了 可以是椭圆吧 这边都是一些花盆 刚才说的有些方的有些椭圆的 就是根据那个盆景前面那部分是特别大的还是小的 小的我们就用椭圆的 下面都粘在除了是那个保护作用 这个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什么地方合适 前头左右 这些是什么梨啊 普通的梨就可以了 沙土 还不是粘土 反正不用翻了一下买沙土的 哦 等一下直接加另外那种土 主要还是为了清台是吧 是 不用拍很紧的 不用拍很紧 哦 现在就是给那个水井挑石头 单挑有没有什么原则 这个原则你看你做多大的 一二种 好 可以 好了 基本就开始做了 这边打了冬的嘛 水往下面流的嘛 嗯 这边是水浇水它水不会过去嘛 哦 所以先隔离了 水浇水嘛 水浇嘛 是这样的嘛 水浇就这样的嘛 这个盆它是广西那个大理石盆 它是一块石头啊 整体的石头掏出来的 然后再抛光的 四多分绚撮不到 接着函在水浇 怎么清澀 吉隆 空洞 问所患 际 5000 我发现基本上都是老人家的 是老人了 对 出进这山熬出来是吧 对 再熬出来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就已经搞定了 而这些支架都要等大概一天之后 水泥干了才能拆掉哦 你看师傅已经开始下一件的艺术品了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